NASA 國安的禮物 支持安全帽 等下也是有重要任務要執行 我以為我來澳洲 來雪梨 是來錄冒險王 世界第一陣 那是你自己安排的喔,這就不該怎麼 那我們現在先來後面這個 叫Thrand 一個Arcan,一個商店街 然後它是18 91,蓋好 上面寫91 1891 然後裡面應該就是一些有賣咖啡 然後伴手禮,一些商店 裡面地板好美喔 這些馬賽克冰出來 它的電梯也很漂亮 我看介紹寫說就是 是維多利亞式的風格 也有賣香粉 甚至珠寶也有 所以是一個還蠻 複合型態的商店街 甚至有依索耶 有朋友推薦這間 Compion Club 來喝喝看到裡面非常的 迷迷,大部分都是外帶 或者是坐在店門 好喝捏,你喝了嗎 好喝耶 來到The Rocks 這一區 很特別,蠻漂亮的 我們的目的地呢 在等一下 圓圓的 這個橋上 怎樣啦 害怕喔 你那天跳傘這麼 如魚得水 對 你現在心情是什麼 我跳傘只有幾分鐘 一兩個小時 剛剛出完前不是才上過嗎 等一下一定有地方可以跟你上 抵達了 Bridge Climb Sydney 啊 不知道會不會很可怕 我覺得應該是還好啦 還有一些Gift Shop呢 舒緩你的緊張情緒 我們今天會爬黃色的路線 然後應該希望三個小時 拿到我們的票了 要來面對囉 三個小時真的是有點長耶 我還以為一個小時而已 原來要三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到後面應該就是麻木了吧 如果要三個小時 好 唉 沒關係啦 上天保佑 欸很多人都完成了喔 Opera也完成了 還有誰 喔 希拉蕊失望也完成了 你能不完成嗎 像麥克太寶貝好年輕喔 真的 好年輕喔 超級多褪色 Jemmy Oliver喔 欸 智琳姐姐 都完成了 現在要準備去穿衣服了 所有的衣服都在這兒 現在要來換衣服 他建議把褲子脫掉 好麻煩 真的好麻煩 我聽他會幫忙用繩子掛起來 以免危險 因為安全考量上橋完全不能用手機 接下來就欣賞照片吧 全程都是沿著橋上的安全鋼所走 非常安全 爬雪梨大橋除了是一個挑戰之外呢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能夠站在高空中 欣賞整個雪梨的景色 我在雪梨大橋 我們剛剛爬完橋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酷 爬完全不用 不用太怕 你剛剛怕了要死 上去之後 我只能說 是體力活 真的 是體力活 因為要走的路線蠻長的 總共要走一千多街 然後約莫是 1.8公里 然後又爬上爬下的 所以最累的其實是你的雙腿 但整個過程當中我覺得超級棒 就是領隊很專業 沿途我們有帶耳麥 然後跟我們講很多 就是不管是當地的故事啊 地形啊 然後劍橋的 就是在打造那個橋的歷史 然後 還有一些景點什麼 就帶我們看 然後我非常推薦選的就是 三四點 應該差不多 應該是要選四點的 我們是三點四十五啊 我有點忘記它那個是怎麼排的 反正你就可以看到 太陽 然後 夕陽 晚上 三個時段的 不同的日照都有看到 主要它會說三個小時 但其實 光是換裝 然後教學 就差不多是一個小時 總共會有四個拍照點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四個 所以大家也會這樣子 就會花一點時間 但整體我覺得蠻棒的 然後它也會讓大家跟其他的隊員 就是簡單的聊天一下 所以大家也不會太尷尬 又還蠻自在 是一個很推薦的行程 Sandy明天要回去了 他想吃海鮮 他不想再吃義式了 但也不想吃中餐 我們就來了吃海鮮的地方 菜單就是自己選自己 想要吃什麼類型的海鮮 然後可以有一些 家的東西 另外再選自己喜歡 什麼樣的風味 什麼樣的辣度 東西來了 好快喔 哇 怎麼樣調味讚嗎 我還是三隻 要先吃什麼 而且我根本認不出來誰是誰啊 這個是什麼 蝦 蝦 蝦還沒來啊 好喔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像嘛 就是 真的就是海味 你戰力怎麼有辦法這麼強 我真的不行欸 喔 好累喔 我的 只有這樣子 雖然畫面也不好看 不好意思 但是你的 你怎麼有辦法這麼厲害啊 我甚至 我甚至放了很多螃蟹餃這邊 我真的無力招架 我先說我是不會再來 並不是說它東西不好吃 是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 我太不專業了 因為我剝一隻蝦子的時間 你已經剝三隻了 我本來就超級少在吃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對我來講 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它就是一整鍋是 單一口味 對 你可以喔 沒有關係 只是享受在肌檢他們的 喔 因為我覺得有點太 太一樣了 就有點沒辦法 對啊 我剛才只要聽到它 我只要用手去感覺到這個 我成功了 然後一拉開這個 就很完整 恭喜 來到碼頭了 我們今天要去 動物園 一個你完全沒有興趣的行程 畢竟我原本可是想要抱烤蠟的人 我們是故意講烤蠟 先消毒 應該是這個四號碼頭 可以去動物園 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啦 這邊已經看到床頸路了 三分鐘之後發船 趕快進站 喔 渡輪來了 比想像這麼大耶 欸等一下怎麼沒錄到 剛剛搭船 剛剛搭船大概是十分鐘左右 非常的快 然後也不錯還蠻棒的 這邊有一個free shuttle 有 倒立 我們要先去買票 這邊可以自己先掃這個QR Code 然後它的票價就會便宜大概五塊錢左右 欸五塊錢是一百塊耶 兩個人就省了兩百耶 滿多的 嗯 有一些小悲劇 無法省錢 刷卡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刷不過 算了 我們就只好被歸一百塊 要跟比例拍張照嗎 嗯 哼 哼 哼 不用是不是 我可以幫你拖 規劃的看起來還不錯 有一種 新加坡動物園的感覺 那好像蠻多是野生的 野生的啊 就是蠻多是 就是 你說走在路上這樣嗎 好 哪裡啊 登登登 喔 等一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超多的耶 而且這邊就是有一種 野生感 雖然說它不是真的野生 這樣很靠近 對很靠近 喔 終於有那個 比較大的了 不同品種 不同品種 這感覺就是 一拳可以揍死我們的那種 這邊屁股對著我的這個 大鳥鳥 就是 鵝苗 這邊也有一隻 又叫做澳洲鴕鳥 這個這個 澳洲鴕鳥 目前光是第一個這個小園區 我們就覺得還蠻值回票價 因為台灣不可能這樣子規劃 台灣一定都是什麼玻璃帷幕啊 然後柵欄 或者是隔得很遠 很難有機會這樣近距離看著它們 在哪在哪我的可拉在哪 喔 喔 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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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怎麼這麼可愛啦 可拉不行耶 喔 喔 太可愛了 它正在動 OMG 好可愛喔 喔 喔 好可惜喔 不能跟可拉合照 不知道要三天左右 真的好可愛喔 嗯 剛剛確認了一下 今天還有空的時間 可以近距離看可拉 超級開心 單人一次是十二點五塊 還不錯 大概兩百多塊 我現在進來了 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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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耶 很值得耶 而且不臭啊 為什麼你們都要說它很臭 它很可愛 它不臭 它是我的家人 而且你看運氣蠻好的耶 它是我的家人 超多的 哈哈